L的朋友大家好 口罩戴好 1999年 都南店開始24小時以後 那實在是太過癮了 早年喜歡到成品來 去看看畫冊 很貴我買不起 可是可以到成品去看 他也沒有趕你 你就坐在地上 這樣慢慢翻 你非常開心 成品就提供了這個環境 他是不看書的人 也因為成品這麼好 這麼舒適的一個地方 而開始來接觸書 而且成品不只是只有書 它還有很多活動 那這裡面電影 音樂 建築 當然書 各種各樣的東西 那個知識的大爆發就在成品 變成兩三代人的一個教養 一個熏陶的一個過程 它變成台灣的名片 會修到現在大概三四個月 幾十年堆積出來的衣服 我整理出好幾箱 要寄到一些二手店去救助 或者鄉下這些東西 所以我還在打包還在整理 洗碗掃地 洗碗比較容易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洗碗是你可以完成一個完美的事情 你可以做到完美 就是跟成品一樣漂亮 這是洗碗 掃地掃地不難 拖地板不難 保持地板乾淨很難 就不知道為什麼 跑出這麼多小紫線小棉絮 以前我不太注意到 以前家就是你衝進衝出的地方 現在過來啊 你把它弄好了 你就想把它保持那個乾淨 所以我目前在適應這個事情 所以我的退休生活 在一個瘟疫蔓延的時候 開始我退休生活 因此我被關在家裡 把自己整頓起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我很高興我戴著口罩 去銀行排著隊 大家沒有一公尺半 石中先生很多人沒有一公尺半 可是大家都會保持一種距離 然後也沒有說我怕你你怕我 很有趣喔 在國外的話你會看到這種狀況 很多人就覺得彼此都是嫌疑犯對不對 每個我怕你你怕我這樣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 這一次在扎青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 我們不知道的台灣 所以很多的優秀的地方都出來 我覺得是應該讓年輕人用新的方法 用新的方法買口罩對不對 用新的方法來編舞 未來的時代 原本不是我的作品的博物館 而是一個新的生命 在跟新時代的觀眾來交會 新時代誰 唐鳳啊 對不對 電腦啊 那新時代的觀眾是誰 就是暗器長大的啦 他們的頭腦跟我的頭腦不一樣 他們的世界非常的寬廣 所以他們的思考思想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這個是從新時代的創作者跟觀眾 能夠達成一片互相衝擊 所以鄭中隆先生 讓我覺得是早一點開始比較好 去年的一個作品叫做《毛月亮》 巴黎的大的劇場已經約好了 明年春天七場 七場演出 他那個作品用到LED 可是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他辦事我放心 我很高興我是吳清友先生的朋友 不是成品的同仁 他很認真 我現在還沒做工作 一定很辛苦 我跟吳先生說 原門可以關掉 成品不行 因為雲門的演出一年只有幾天 成品是每天演出 在台灣各個角落 十七年前 十七年前 薩斯來的時候 街上不太有人 成品做了一個偉大的事情 在一晚回家的時候 看到成品大 敦南電的燈還亮著 在那個時候 他的鼓勵已經不是輸電了 讓你安頓下來 有時候我進來過一兩次 我進來過一兩次 而裡面還是有人 當所有的燈熄掉 敦南電的燈 成品還亮著 2021一定是個新世代的開始 因為2020整個世界走到了目的 無路可走 只好向上走 朝有光的地方去 我覺得成品敦南的西燈 只是搬到一個更亮的地方 新移店